開始了嗎? 開始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哇,大家很難以想像喔 今天我們Good Morning Silicon Valley 以前我們在信谷都是用VIRTUAL的 我們閱讀看世界 今天第一次喔 第一次能夠跟 在台灣可以跟一個受訪對象這樣子面對面 我心裡真的好感動喔 一整年喔 一整年喔 尤其這一位是大家眾所期待的 我們的數位政委 唐鳳 嗨,大家好 今天這個Friend是斜的,好特別喔 等一下,他有點斜喔 就幫我們講一下 斜幹嘛呢? 對,你看 我們的政委呢 今天我們非常的幽默喔 然後呢就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好像 用一個很輕鬆愉快的感覺來跟我們說 那我這次也特別謝謝 我們美西玉山科技協會 還有我們台灣的玉山科技協會 這次來跟我們共同協辦 然後所以就是跨細谷喔 跟事實上是全世界 對,因為現在網路的時代嘛 對,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真的很開心 能夠在台灣能夠面對面喔 那當然我們閱讀看世界呢 就是希望在疫情期間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用一本書 跟我們的訪台對象 能跟大家分享很多 我們feel very excited的一些想法 的 information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 所以呢 我在想呢 我們前一半小時 我就跟唐鳳 我們的唐政偉聊一聊 那後半小時呢 我就我們的觀眾聽眾呢 可以在我們的臉書專業 group上面呢 開始提問 這樣好不好 好吧 嗨,太棒了 這本書 簽字簽下出的 後面我簽名 後面就是我簽名 就像您簽字簽的 等一下幫我簽一本喔 對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名字呢 您先來告訴我們 就是說 我所看待的自由與未來 對 這書你的感覺怎麼樣 滿不錯 因為這其實本來是一本日文書 日文的時候其實比較值得書名 是 叫做什麼IT大成的七根面貌 什麼之類的 那但後來呢 因為這個的出版社 日本出版社 要我幫忙 promote 那後來我就錄了一小段影片 說 我所看待的自由跟未來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 金子天下拿到中文版權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這段影片裡面這句話不錯 就拿來把它當作書名 所以我還滿開心的 對,我也覺得這個 然後 我也覺得這個書名 一看你就會覺得 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然後呢 當然他這邊也特別講到 因為其實我們從一些採訪 或是影片當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用一些形容詞 來形容你 像您剛講的 有好多自學奇才 天才 但是您最常聽到的 防疫大臣 黑客公民 什麼等等等等 你怎麼定義自己 你怎麼定義自己 當您聽到這些 還是你就 都OK 我都OK 因為像唐鳳這兩個字 我也是把它當作一個 好像素材庫一樣 對 所以大家都可以隨便的拿 我的照片 拿我的這個素材 日本有的樂團把它做成 饒舌的歌曲 也沒有先問過我 那 客委會的小編 把它做成什麼唐鳳過台灣 腦鋪跟片 也沒有問過我 所以對我來講 就任何標籤 就好像hashtag 就是主題標籤一樣 每個po的人 每個轉的人 就會自己加一堆標籤 那這個我覺得欣賞大家的創意 對 其實這個 我也非常好奇 既然您提到 就是說 因為您一直強調 所有的information 從這邊來 甚至您的名字 肖像權 都拋棄掉 都拋棄掉 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您會這樣想 很多人很重視他的 他個人的一個IP 尤其是像您這樣的人 是 因為我自己在小的時候 因為我14歲就自選 我自選的時候 我全部都是靠像 Gutenberg Project 像Archive.org等等 那些也都是在我們叫 public domain 就是公眾利益 沒有作作權的 不管他是因為作者已經過世了50年 或者是說作者在一開始寫作的時候 就說open access 我不怕大家來抄 不管是哪一種原因 總之我一開始如果沒有這些資料的話 我不可能自己學習 我就一定要待在學院裡面 靠LCS 才能夠念得到paper 所以這個就讓我知道說 我現在學得到的 其實都是靠前人這種 無私的分享出來的 所以我如果僥倖想到一些東西 那我也應該要分享出來 所以都可以 一個隱遂思緣的概念 那我們剛剛拍了一些 您的可愛的照片 沒問題 也可以用是不是 當然當然這些都是CC授權的 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都不用先問過 好開心喔 那其實您剛講到14歲的時候 您就自學 其實這本書我覺得就是說 它其實完整的交代很多的過程 對不對 因為一本書當然你可以 內容上就相對於豐富 其實我看了尤其您小時候 跟青少年這段時間 很多人知道您曾經被霸凌等等 然後甚至心臟還開過刀 對 現在看您是非常的開心樂觀 那麼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就是 或是您現在回想起來 您會怎麼樣跟一些可能被霸凌 或是孩子被霸凌 我們今天有很多就是父母親在我們線上喔 您會怎麼樣來給他們一些想法 或讓他們去 deal with it 對 我想我之前前一陣子 我有跟福島的一些年輕人對話 就日本福島 那他們有一陣子因為受災嘛 他們要緊急疏散到附近的學校 那也有一些學生問我說 他就被霸凌 他什麼都沒有做 但是他就被他的同學說 你身上有輻射線什麼的 那他心裡就很不高興 對 那當然大家理性上 都知道霸凌他是不對的 但是實際上小孩子 尤其是年紀小時候 他很容易說 社會上面有一些歧視啊什麼 他吸煙而不察 然後呢就別人怎麼講 他就這樣子講 那不了解他講的這種話是很傷人的 所以我具體的給他們的兩個建議 也是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說要喜歡自己 要喜歡自己 要喜歡自己 那他自己在受災 後來重建 恢復到這一段人生的歷程 那這是無可取代的 沒有其他人有過這樣子的歷程 他看世界的這個角度 這個方向 這個深度 是其他人幾乎很難想像的 那這是他的一個資產 就要變成他喜歡自己的理由 不是討厭自己的理由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要把霸凌的這件事情 當作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你自己轉學校就沒事了 也不是說 你自己覺得 好像我關在家裡 就可以不受到同學的 因為他還會接下來 霸凌別人 所以要知道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你要指出它 然後要整個串聯起來 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呢 也不另於好比像說 跟台灣的政委分享 日本有霸凌的這件事情 總是要把它弄成一個 大家一起來想 怎麼解決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覺得好像 重丹都在自己身上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對 對 因為其實霸凌 對 您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 你要先喜歡自己 對 對 如果你一旦喜歡自己了 別人怎麼樣對你 你有那個足夠的信心 對不對 就知道那是他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對 其實像那個時候 您其實就是在14歲的時候 你開始決定自己 其實那時候你很可能 就是進到最好的高級 是 後來那時候還有一點點家庭隔壁 對不對 對 因為一開始就是我爸媽覺得說 國中畢竟是義務教育 對 那個時候其實不去學校 家裡要罰款的 這叫掌控入學條例 對 所以後來呢 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就去說服這位校長 都會評渡校長 我就跟他說 你看線上 我們剛剛講抛弃著作權的這些 論文的寫作者啊 我寫個email去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對 我們就一起做研究了 可見 校長以前跟我說我要花10年 考個GR1 去國外去研究室 才能跟教授做博士後 這個教授直接回我姓了 那所以我是不是跳過這個10年的時間 我是不是一天16小時都拿來做研究 不要8小時做研究 8小時去準備未來做研究 可是我現在已經在做研究了 對 那校長也很開明 他就說那你就不用來上學了 那教育局那邊他幫我處理 意思就是他會衛造文書了 現在學術期經過了 那所以我們家裡就不會被發現 那這個我爸媽就覺得 那校長都同意了 他們就住了 那有什麼關係 對 不過您當然中間也碰到一些鬼人 對 就教了你數學啊這些等等 對 所以其實如果真正一個想要自學的孩子 對 您會告訴他些什麼 就讓他自己心理上有一些準備 我相信那時候您決定除了父母支持之外 您自己有絕對的信心 對 來做這件事 因為在線上的那個社群 我當時想要了解的一個題目 就是為什麼在網路上面的一些空間 人跟人之間四位蒙面 好比想說那些研究者也沒看過我 一下子就相信我 而且我們就可以開始聊很多 可能比較個人的事情 但是在網路上的另外一些空間 本來可能認識有交情的人 很容易就吵架 然後很容易就彼此之間互不往來了 對 所以到底網路的什麼性質 會讓他一方面可以swoosh trust 快速的大家相信 一方面他又變得anti-social 又可以把人撕裂 對 就是又可以把人聚起來 又可以把人撕裂這個性質 到底怎麼來的 那這個我想要去了解 但是我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想要了解這個的人 很多人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給自學生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的學習的那個問題意識 你想要解決研究的問題 越是大家所關注的 越有公眾利益 這樣子的話 全世界都會跟你一起學 對 對 就是要找一個可以連結的一個tubes 對 一個普世性的 大家都關心的 嗯 然後要得到很好的收穫 對啊 對不對 因為如果大家都關心你到線上 那你就很容易結合 是 在做類似題目的人 對 那如果你沒有找到他的公眾利益的話 那就比較難支持這樣 嗯 所以這一路走來啊 我記得就是您在青少年那段時間 嗯 其實還是有一些跟家人的溝通啊 或什麼等等這樣的問題 對啊 我覺得你講了 那時候就是你到屋來去 自己一個人住了一段時間 是是是 然後你講了三句話來形容自己 我看了很感動 你說 你發現你自己有一個日常我 對啊 然後一個靈性我 對啊 然後一個網路我 是的 對不對 對 所以在那個 然後其實我發現在 在書裡頭 您陳述了很多自我價值這個東西 然後說 有一句話你講說 喔其實自己是一個社會的拼圖 對 然後對這個社會有些什麼樣的共識 沒錯 好 那在這段時間 你怎麼樣去 把你自己的信心建立起來 然後走到進去 嗯 對我想那個拼圖的想法 對 拼圖 我們在網路上面 真的就是 每一個人他不是因為 對方是幾歲 或者是性別 或長什麼樣子 或怎麼樣 那都是靠你能夠提出什麼貢獻嗎 網路社群一開始 對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就像我跟輔導的小學生說的一樣 你自己的這個生命經驗 就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別人不可能從你這個角度來看 嗯 那我自己也是因為參加了網際網路 它的規則的制定 那包含早期的Y1 就是現在的全球資訊網等等 我才發現說 喔原來有這樣子一個社群 我完全不需要去說 好像一定要打扮得怎麼樣啊 一定要穿什麼衣服啊 一定要怎麼樣 而是說我只要在意這個社群 在意的價值 並且提出具體貢獻 那大家就很高興 就可以一起來做事情 所以我覺得找到這樣子的社群 是堅定我的心情最主要的原因 嗯 其實講到這個社群啊 因為那時候你就開始在 國際的網路上 對 跟很多人做串流 對啊 你非常清楚你要什麼 嗯 對 所以那時候你的父母會擔心嗎 他們會覺得這個 我15歲的時候 15歲的時候還不會那麼擔心 對 等到我23、4歲 我開始說 那網路上你看23 從15開始 我有很多交往7、8年的網友了 對不對 那當時呢 我要做一個世界性的一個題目 要做Pearl這個語言的下一版 然後也同時在做Husko這個語言的下一版 對 那所有這些語言的工作者呢 他分散在不同的時區 我就覺得說 透過網路寫信太慢了 我想要實際去住他們家 然後直記呢 就是他在做什麼 我就實際跟他做那個題目 對 那那個題目做完 他建議我下一個人 我再去拜訪那個人 就是以前的叫Paul Ederes 那個數學家 也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艾迪婿嘛 對 那我說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爸媽真的還蠻擔心的 因為我們當時的時代都還是說 我不要隨便上陌生人車 不要隨便住陌生人家裡 那現在我說我很多好朋友 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面 雖然都是六七年了 在網路上一起工作 對 他們確實是會擔心 所以我那時候幾乎每天一起日記 確保說他們可以 就算在台灣也可以看到說 我在奧地利亞 我在這個澳洲 在加拿大等等 其實生活過得還不錯 有照顧好自己 也都有照顧好自己 對 其實當您前面講到 我講到拼圖的那個時候 你講到一個 您剛提到的性別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您重新定義了很多 人們對一個普世價值的看法 包括您提到所謂的智性靈 對 這是因為這三個字是您發明的嗎 不是不是 Safeusexual 這個是已經流行一陣子了 很多人是看那個 Big Bang Theory 對對 那邊學到的 那是因為之前有一個問我 說如果對於對象有什麼要求 什麼條件 那我就說我們是現代智人 Homo sapiens 對 Homo sapiens就是有智慧的意思 所以就是有智慧的人我就喜歡 有智慧的人你就喜歡 對 所以跟它是什麼 性別或是什麼 其實 It's ok 只要是覺得說可以跟你談得來的 對 基本上你都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是一個 大家重新去定義很多 對於這種性相或是性別的看法 是假的 因為同樣是得到一樣的尊重 所以 這是建立了一個 對台灣也建立了一個milestone 甚至是全世界 我也知道您跟世界上很多人都有類似的 這樣子的一些對話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很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35歲您做這個 所謂的Digital Ministry 數位政委 對數位政委 那麼很多人說 這是第一個 有這個title了對不對 對 所以數位政委 您都在做學生 您一天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講一下 我們都很好奇 好啊 首先 對首先當然要先起床 我是一定要睡到八個小時 而且 對幾乎都是 而且越忙睡越多 對不對 對我如果要加班的話 我就要睡九個小時 加班都是在夢裡加班 這是 這實在太奇妙了 是 所以就是說您在睡夢當中 就開始去process 你看的一些東西 然後早上起來 你就知道怎麼回事 是是這樣 因為我在睡前會看資料 我如果看資料的時候 我在腦裡去下判斷 去打斷它 那這樣我就很難做到 take all the sides 去每一邊站 但是我們當政務委員 本來就是在協調各部會 之間的衝突 如果一個部會 就可以解決的事 根本不會到政務委員這裏來 所以幾乎按照定義 我碰到的事情 都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公有理 這樣的事情 那我與其是說 我先看的我覺得有道理 後看的我覺得沒道理 或者反過來 我不如我在看的時候 根本不下判斷 然後呢 我在夢裡去做那個創新 我一醒來就可以想到一個 原來綜合大家不同的立場 還是有共同價值 這樣的解決方案 好比像說 像之前在協調電子競技 電競的時候 對 那時候就是文化部說 它是一種運動 應該是體育署 體育署說它沒有動到大肌肉 應該是工業局 工業局說這個 我們是做軟硬體 不是管球員的 球員應該還是文化部吧 那這樣子 就是互相有不同的想法 那當時也是把他們的 所有的這些論點 都公開出來 對 然後呢我就在夢裡 看了網友的這個留言之後 去綜合出一種想法 而如果把他們當作是一種 文化記憶的表演工作者 那這樣三個部位都沒有話說 就是在夢裡面 對 你有碰過跟你類似的 類似的人嗎 你是用這種方式 來process一些思考或做決定 我是之前有看到過一些科普的著作 那說就是 Why do people sleep 就是為什麼要睡覺 那裡面也是有很多的研究指出說 如果睡不夠的話 那我們前一天沒有想通的 到後一天還在糾纏著我們 還是不會想通 對 所以我昨天睡得很好 對嘛 所以睡到自然醒其實就是一種 我們在腦裡去有一個新的outlook 用一種新的方法看事情 那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它昨天的記憶跟新的一天的這個經歷 都混在一起 那這個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做過類似的研究 是是 所以你每一天的 越忙一睡越多 越忙就要睡越多 越忙反而要越早睡 那你忙 你覺得就是說你每一天的行程 是排得多滿 起床 各部會 你要跟我看你的schedule 對啊 因為現在是同時尋嘛 所以也是比較忙 那 謝謝你 其實是排得很滿 哇 大家不知道可以看得到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就是綠綠的這樣子 排得滿滿的這樣子 可以看到就是大概從7點開始拍嘛 是是是 其他天大概8點都開始 然後一路就是到晚上大概7點 所以每天大概都是11、12個小時左右 那平均起來大概都6、7個行程吧 可能有時候到10個 然後我聽說你不異種 就晚上7點以後就不排市場 OK 所以要休息 要睡覺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 是因為早上7點醒來的時候 往往是最困難的一個 因為大部分都是跟美東 啊 不管是北美還是南美 對 因為那個時候是他們的下午 就傍晚了 傍晚6、7點的時候 所以對他們來講 跟我實際重疊的只有那麼一小時 對 所以在那一小時裡面 大家都要非常focus 但是那個時候我才剛醒 所以我視頻要比這個還要早醒 那所以我如果晚上睡熬夜的話 那就沒辦法 嗯 了解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看一下 就是說你主要是負責三個項目 對 其中有一個就是社會企業 對 比方說青年是一個category 青年參與社會創新跟開放政府 對開放政府 對 那麼我先跟你聊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 好吧 因為也提到您去關懷過一些做社企業的家庭 是的 然後他們可能因為太喜歡自己的project 所以影響甚至影響到家庭社會 就是那個誰來晚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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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您怎麼看 所以一個是您怎麼樣來幫助這些 想要做設計的 不管是年輕人 對 或是 就是有心的人 嗯 然後您覺得台灣目前的社會 甚至世界 世界您看到的 對於社會企業 是不是已經很成熟了 對 在台灣我想已經高達七成多的朋友 會願意去指定購買 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 對 就是說在價格一樣的情況下 對 但是一個產品或服務說 那我額外的 我可以為後代子孫存款 不管是社會還是環境的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會願意 那另外一方面 這邊以前是說你要破壞環境 破壞社會 大家會抵制 現在揍手旁觀都不行了 每一個企業都要想辦法來講說 在這個環境的氣候變遷上 在社會的這個equity 就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大家平等上面 他們到底做了哪些努力 不能什麼都不做 那所以我覺得 這是台灣的一個社會氣氛 就是 就算袖手爬款 也現在慢慢變成沒有良心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氣氛還蠻成熟的 那至於說 社企業的這些創業家 因為他是全職的在做 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對 所以當然有的時候 他就像任何一切創業家一樣 很容易犧牲他的個人時間 或家庭的時間 對 所以我對他們的建議 就跟剛剛跟霸凌的小孩一樣 被霸凌的小孩一樣 我說的都是說 第一個你喜歡自己做的事情 但是第二個把它變成大家的事情 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就是因為你在做的是有公共利益的 本來你的顧客就不只是顧客 你可以透過群眾募資 透過群眾外包 去問大家說 那有沒有什麼你們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這樣的話 你就不需要自己吸收全部的壓力 那就算你的這個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你所想的東西跟市場需求 暫時接不起來 那你的這些想要看到你成功 不想看到你失敗的這些客戶 也會自己來建議說 那你往那裡走轉 那裡pivot 就更容易成功 那這是設計比之一般的創業 最大的一個好處 對 一般創業的時候 只有你的Angel跟Investor 不想看到你失敗 但是你是社會企業的話 大家都不想看到你失敗 大家都會一直幫你的 是的 所以是不是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有一個 下次一個office hours 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三 大家可以來跟您聊天 什麼都可以聊嗎 因為現在要來register我的office hours 他必須要先登入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 所以他一定要先是一個社會創新的組織者 他不一定要一下子就找得到他的product 或service 所以不一定要到社企 但是他至少要一個社會創新平台 會創新的點子 對 然後並且去註冊他 願意跟大家分享 這樣才能夠跟我聊 對 所以聊的題目呢 也可能是因為就像今天的直播一樣 我們都是錄影啊 或主自表會公開的 對 所以每個人聊的都是公共利益啦 沒有人來聊說 只對他好對其他人壞的那種事情 是 每個人都會公開嗎 對 所以你覺得社企有可能跟國際連結嗎 當然啊 我們在這邊其實大部分社企 在登入我們平台的時候 都是已經想好的 他要解決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169個具體指標的哪一項或哪幾項 所以他打了勾 好比像說 之前我們就有輔導過一個做肺結核的抹片篩檢 那他是一個AI的公司 那在台灣 除了在可能宜蘭一些偏向 還有少數的肺結核之外 我們的盛行率是不高的 但是他在台灣很好就是他的硬體軟體等等的產業鏈很齊全 所以他可以一下子就做出一個proof concept 一個概念的證明來 但是當他幫助 好比像說宜蘭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 去做這種AI的遠端篩檢的時候 他證明了他的可信度之後 我們就把他帶到非洲 在伊索比亞社會企業的世界年會 他就在非洲的那個非聯的大樓嘛 他們聯合國的總部 那去跟大概十幾個不同的非洲國家分享 說WHO一次肺結核篩檢要6美元或7美元 那用台灣的AI技術只要1美元 那就很多人會願意跟他下訂單 所以他一開始的市場就不是只是台灣市場 那台灣是他proof concept很好的一個成立的地方 這個channel很棒 對 不過其實那個時候 很多人當然後來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然後就是說你也是防疫大臣 其中一個最大的建功我相信就是我們所謂的口罩 口罩實名制 口罩實名制 對口罩實名制 這個在一開始防疫的時候就做得非常好 對 那麼現在還有人在討論就是說 因為台灣防疫做得太好了 所以反而在數位化這件事情上面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樣的積極 你怎麼說 應該是說我們在數位比實體要方便的情況 對 我們都還是用數位 那只是說我們在其他的國家那是沒得挑 是 因為他就是不可能面對面了 所以即使數位比較不適合 好比像說偏向頻繁還沒有到的地方 或者是說其實老師啊或一些工作人員 他的教材教法還沒有調整好的地方 也必須硬去做這個數位的轉型 那其實在很多地方他事實上是造成那個in equity 就是造成他的不平等 那之前他等於有去做過調查嘛 就是大概他被逼著數位轉型的 有得選的情況 大概有一半還是會回來做面對面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我們是堅持兩個最好的地方 一個是說我們因為要跟世界連結 所以我們不得不還是就是各地都有平寬 寬天是人權 但是在其實不是很適合就是遠距的情況下 那我們還是可以搭個高鐵 就到彼此的身邊 就像我們也會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有這樣子的彈性真的是比較好 不是硬去充那個KPI 就像我們行動支付也是方便的時候來使用 不是說像某些地方可能偽超猖獗 也沒有ATM他不得不用的情況 對 所以基本上你還是非常有信心 對於這個數位化的過程 就是我們不是為了數位化而數位化 是為了服務這個社會上面 數位化可以幫忙照顧到更多的人 這個時候才去數位化 這樣子比較有意義 而且有那個動機對不對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您覺得數位化的過程 這個經濟也造成了很大的改變 尤其是在COVID這段時間 不錯 有人說都回不去了 您覺得嗎 回不去了 érique 我覺得一方面是腦裏的印象 好比像說有一些資深的角色者 以前 尤其是國外的 對 我們多邊會議 我们真的只能去他的当地 为什么他不愿意视讯 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视讯 只能碰到一些比较 就是初阶的一些朋友 那这个确实是回不去了 因为在COVID的时候 他们不视讯 很可能是因为 他们年轻的时候试过视讯 那个时候的频宽也不好 见面三分情 那时候可能倒扣一分情 讲话都 比起电话都还不如 不要讲 对 但现在他们发现说 有4G 5G的地方 他们手机也不用设定 开个连接 马上就好像人家在身边 栩栩如生 视讯也三分情 至少不用戴口罩 口罩变两分情 对 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就 就以后 对以后去说 那我们要安排一个高阶会议 人家就不会拒绝 人家已经愿意视讯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 真的是非常之明 因为以前台湾 在这种实体的多边会议上 通常碰到高阶的朋友的几率比较小 但是在线上呢 反正也不太可能有人干扰 不太可能有人翻桌 对 这个线上也没有分什么 会员席 什么觀察员席 大家都16x9 一个小大方格 大家都平等 对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办很多国际活动 真的变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真的是很好 现在大家都平等 让我想到Clubhouse 这也是我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我知道您现在不上Clubhouse 公务的时候不上 但是好比像说 有些书本 尤其在日本 他们会邀我去讲那本书 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私人的时间 用私人的设备 然后不用连到公务的网络 然后用一台 就是跟不处理公务完全分开的 一台机器 那时候是可以上的 所以是在你off work的 off work的情况 现在是on the work 现在是on the work 那原因是因为Clubhouse 它没有点对点加密 这就跟我们公务尽量 在就是Zoom完全调整成 能够用浏览器点对点加密以前 我们尽量不用Zoom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广播 就算你把它设定成 只有五个人可以听 那因为它没有点对点加密 所以其实你就是要假设 五十万人都可以听 那而且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Clubhouse 就是私人的时间 我还是会自己按个录音机 然后我讲的所有的话 把它录下来 不管是全文的主字 或者是整个的录音 我会全部放到Dropbox上面去公开 这样就比较不会说 有人说我在Clubhouse上听到谁说 他昨天听到唐凤说什么东西 你知道它不一定是所谓Deepfake 它不一定是合成声闻 其实就是一个人口耳相传 三四次之后就已经会变成Deepfake 这一样子 所以我就是要on the record 那无论如何我自己就录自己 当然不会录到其他人的了 那像这样子的就是带口照信心 都做好之后 我用私人的时间 有时候会用一下Clubhouse 对如果你一进去的话 我上次日本的那一场我有听 是你有听 对对对 然后他要过年期间 对对对 那时候就刚好廉价 有日文有英文有中文 对对 他们讲日语的时候 我还要接出来到Google Translate 才能够看得到 对有人在Google Translate 所以我们拿Clubhouse做一个例子 因为你有强调就是说 其实网路除了收到讯息之外 你也鼓励大家分享 分享 然后generate content 对不对 好 那么Clubhouse它忽然间这样的 这么一个红 我们只拿它做一个例子来讲 您觉得是因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然后它跟其他的媒体的一个网路上的习惯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碰撞 对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你不用就是 dress up 不用书头 不要化妆 不用把那个环形灯打开 对对对 一起床眼 你按下去 还不用起床 按下去就好 对对对对 没有确定你的声音是OK 对 即使不OK我也会说 我在吃早餐 我常常这样说 对对对 我活动透了 我稍微再说话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的进入障碍变得非常低 对 而且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也比较愿意回去 我听到一个 我就立刻马上反应 反应之后 那我也回去继续潜水 继续听 但是如果是视讯的情况 大家总觉得 好像穿着体面 打光要很好等等 然后不能multitask 对不能multitask 因为一下子就发现 你的眼神飘到别的地方去 那声音反正看不到眼神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让它的进入门槛 变得特别低 那我们也发现到说 不管Twitter spaces Instagram等等 现在这些主流的 这些社区媒体 也都非常快速地 在推出非常像的东西 对 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结合 对 我觉得 所以您怎么样定义 网路公民 这四个字 你常常强调 公民就是对公共事务 有想法 有意见 而且愿意来贡献 来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的人 那网路公民 就是在网路上 做这些事情的人 以前呢 这个有一个笑话 201314年说 万人按赞之后 一人到场 万人按赞之后 就是说 网路上面的活动 跟现实世界 我都没有接起来 对 但是自从2014年 我们这边 318太阳化运动之后 大家都发现说 不是这样 因为有直播这个技术 是 一旦你开了直播之后 就算你在网路上 你都好像在现场 而且你的一个留言 可能会左右当时的局势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算是你人在心里之外 你还是愿意花很多时间 去体会当场的人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直播技术 尤其是双向的 我们现在视讯 包含Cloud House 其实也是一种直播 音讯的直播 我觉得就是把 线上的网路公民 跟线下的实体的公民 真的结合在一起 这真的很有 其实Cloud House 也很有趣 是它没有办法 像您会自己 先把它录下来 然后它完全没有 录音的这个 只不知道是好还不好 我现在很多人知道 怎么录了 对 所以现在你不能假设 不会录音 就是叠对叠 对对对 因为其实像我 就是用一个 就是一般的录音机 因为我是录我自己的 但是像Google Translate的话 我就是拿一个 一转二的一个分线器 那所以它就是放在 我像iPad Touch iPad Touch的那个 就是耳机孔 那一边接到耳机 那另外一边 就可以接到Google Translate 或其他的东西 那这个没有办法从软体层面去放读的 这叫analog loophole 嗯 对 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是 我可以先 先来 先来问问题 我再接下来 有个要件 他说 请问唐凤正伟 现在给年轻人 对未来 年轻人未来有什么建议 我相信是 很多人说 现在年轻人 其实我 您刚讲的 我觉得很有信心 对 就是对于社气 对于社会关怀 那您接触年轻人很多 对啊 对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一个特色 就是说 因为他是digital native 对 所以他 一下子就会想到 网络上有很多 志同道合的人 嗯 这跟我们当年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silo 你的分科 分组 你大学major什么 那个界定了你的人脉嘛 但是现在呢 反而不是这些 而是大家都很斜杠 那那个斜杠 中间连结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共同的关怀 所以像我们会发现说 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网络 参与平台 就位平台啊 有已经超过 四分之一的 公民的提案 好比像说 我们的national drink 这个bubble tea 那就有人提案说 我们要把这个塑胶吸管 把它禁用掉 是是是 因为会造成海洋污染啊 等等 环保少女 环保少女 那这个呢 他当时我们不知道 是环保少女 因为他用的是笔名啊 对 他叫我爱大象 大象爱我 那所以我们就以为 是欢穿大佬 因为一下子就5000个人的联数 那动员力非常厉害 但是我们一见面 26岁 那我问他说 为什么你提这个案 他说我们公民课作业 他的公民老师就要求他们 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些 能够号召5000人 的这种公民的运动 所以他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他就已经可以参与这个社会 所以我对年轻人的建议 就是说 更多的去想 网络上的这些公民社会 怎么样子变成 大家一起来做行动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是只是学所谓literacy 我们以前说media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试读 都是别人做好的节目 你只是看嘛 用批判的方法看 大家还是看嘛 那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说 media and digital competence 就是它的素养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当媒体 不要讨厌媒体 自己当媒体 不需要去说 那为什么这个数据都不准确 你可以自己就开始量空气品质 开始量水品质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产生数据 那当你自己变成所谓 data steward 或者producer的时候 那你就很自然的超越 你的年龄的限制 也超越你的悬门的限制 你现在就可以结合各方面的资源 不过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媒体 对啊 我们也是传统媒体出身 然后现在当我们做这些网络平台 希望把好的东西 对 上路出去 那其实自媒体这三个字 也是很有一点controversial 不知道这是这种的 对不对 可是您会怎么样跟一些对于 就像不管是像环保少女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他要怎么样提供给社会大众 一个好的史经文 这样的一个世界 因为也不是有人要特意来abuse 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的声音 是啊 那您会怎么样来建议 就是说不管您是自媒体 或是公众媒体 到底应该怎么样利用 不管是网络上的消息 怎么来用这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里面对于facts 对于事实的这个在意 这个很重要 以前的传统媒体 有个概念叫守门人 就是说不管你的消息来 跟你讲什么 你一定要先去做好 你的fact checking 如果没有做 那你就这个 好像足球守门人不少 那就就是你刚刚讲到的 这些假消息啊 假讯息都会非常泛滥 那所以如果你自诩为一个自媒体 那传统的媒体的媒体责任 你也一样要有 那我们现在都是说 我们在k to 12 就是甚至小学中学阶段 我们就带着小孩子去 好比像说我们的总统大选前 他们不是有总统证件发表会吗 有辩论会吗等等 就有很多传统的媒体 跟一些新媒体合作 去邀请这些学生 也包含社会人士任何人啊 去打出自告 去把所有的总统的候选人 他讲的没句话 去tack他去标签 哪些是他个人情绪抒发 哪些他是有引用某些文献 哪些他是facts 哪些其实是fiction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参与这个newsern 参与这个fact checking 那如果小孩他自己参与了 这个新闻的产生 他自己做过事实查核的工作 他脑里就不会再很容易的 被这些rumor被人家左右 因为他就有一个journalistic standard 就像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一样 不是人家你的消息来源爆料什么 我就要帮你写 不是这样子 我要自己去做好平衡 自己去做好source checking 那现在呢 就像你说的 因为网路上面这个萤幕啊 不像传统的纸本 或者是新闻 纸本你可以左右版做平衡报道 新闻你可以30秒30秒做平衡报道 但是手机在人家身上 他看了一个画面就转走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没有平衡的空间 所以那个平衡就必须要在他脑里 他必须要自己做过fact checking 自己参加过fact checking的工作 他如果看到不实讯息 他在line上看到可以长按 report flag it as misinformation 那他自己在脑里有平衡的能力 这样子才能够去一起建筑一个比较好的媒体生态 对啊 这就是大家要自我提醒的一个部分 对啊 没错 如果人就很容易去select 你要看到的那些预计 那当然啊 我想主流媒体也是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standard啊 就是就算你想要报道这些 你还是不能不问问对面那一个人 总是要希望大家越来越有这个自觉的能力 再有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唐凤正伟给现代父母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有什么建议 哇这个节目也很大 是是是 我觉得我们的新的课纲108课纲 他提出来这个自发互动共好 这个其实不只是18岁以下 我们的终身教育一样的也是自发互动共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我们越把小孩当小小孩看 越不让他自发 越这个爸妈讲的算 越限制他 那他互动能力就越弱 那他就更难达到所谓的共好 他就会变成是只考虑要怎么样迎合规则或者abuse规则等等 他不会去想说我跟其他人一定有共同的价值 这样是互动共好的能力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叫比马龙效应 你越早把你的小孩当做大人看 那他越快就成熟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大人 因为这是你对他的这个互动嘛 那你越晚把他当大人看 一直把他当小小孩看 那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自发互动共好 那就长起来的土壤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尽快的在你的小孩开始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不但鼓励他 而且就让他开始负起这个责任 你一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吗 是啊 我自己家里都是这样子教育的嘛 就是好比像说我不管挑食啊还是做什么 挑食啊 对啊 对我小的时候这个有一次啊 十几岁 看了那个动物解放 Peter Singer OK 或者是生蚝 那所以我也有一样选拥 那个我也吃 所以我是Oyster Vegetarian 对不对 有这样的名词 有这样的名词 对 那这也是一种挑食嘛 那但是当时我爸妈当时还没有吃素 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健康啊 对可能什么蛋白质啊 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呢 因为我自己会负责任 那所以后来他们就讲的也很清楚 就是说 呃 他们去cook啊什么 这个他们当时 反正大家要做饭嘛 这个是他们会做的事情 但是我吃什么 呃 我因此这个营养不良 什么东西 那就是我自己要负责 那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我大概 看到那本书大概十三四岁 哇 十三十四岁 对 那真的是耶 会很紧张耶 对对对对 对 但是他们把这个界限讲清楚了之后 他就没什么好紧张了 很像我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负责吗 OK 就是为自己负责 对对对对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是 父母一方面希望小孩独立 然后二方面又担心他们做不好 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其实刚才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呢 他是美国的一个朋友 就是说我知道他是在CityCon发文 那那样 月宁也在信古代物 他这个他的这个整个创业环境 我相信跟台湾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 那就敏感就是说 您所在系谷在美国待的 尤其是您在那里有工作过这么长时间 您接触那边的年轻人 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您觉得那边的教育体系 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来更加去 look into it 对我觉得当时我们提出亚洲连接系谷 亚洲连接系谷的这个计划 我们想到连接系谷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fail fast 就是无论如何你想到一个好主意的时候 不要先去想到面面俱到 其实系谷常常说minimal viable 就是最少程度我可以试试看的 那试试看未必成功啊 不成功呢 那我就很大方 我就轴转 然后我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不work 然后我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那以前呢 在台湾因为比较没有这种 Angel的这种生态系 所以会变成说 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就倾家荡产了 这个没有别人把它吸收掉 这个成本 但是在系谷呢 我自己的经验呢 反而是失败或者说轴转个三四次的 Angel特别喜欢 因为他知道说 你已经没错 你已经没错 你不会去犯一些rookie 一些新手的一些错误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 现在台湾也慢慢开始有了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我们靠就业金卡等等的方式 尤其是去年一整年啊 这个两千多张就业金卡 二十五万人回到台湾 哇 二十五 对 所以二十五万是说 本来也有居留权的人 那金卡是说 他for any reason 他就是想要在台湾 那他还是做他矽谷的工作啦 对 这些可能是外国国籍的朋友 那这些加起来 他们就把一个矽谷的生态系 真的有带来台湾来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大家在想到新的想法 但是是靠公开的去给出一个account 为什么失败 而不是靠说 我business proposal 一定要一开始写100页 的这种做法 因为现在在台湾 也开始有这个气氛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您刚刚讲到 其实就是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台湾就是做得很好 所以很多人拿go card 回来问的 就我们有一个问题呢 是想请问一下 郑伟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看法 您刚讲的现象 其实就已经是开脑 有一点后疫情 对对对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 在后疫情的状态下 其实拿go card的人来台湾 他分享的是他的know how 但是他的工作 其实还是远端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说 台湾变得越来越transcultural 越来越跨文化 对对对 你在街头有时候 就会碰到很多西谷的朋友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到的是说 我们在这边的guarantee 就是说你宽平是人权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按照 Civicus Monitor 这个人权组织啊 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 completely open jurisdiction in terms of freedom of speech 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 你不管主张什么 不会被查试表 不会被关啊 就你在试各种 离经叛道的主意 那政府呢 不但不来阻止你 甚至还来邀请你 说你亲力来 你亲力来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sandbox等等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在后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就是要 重新定义说 以前我们是在 就是硬体啊 半导体啊 这个supply chain 有很好的innovation嘛 这个创新非常快 但是我们现在特别是 在service 在面对人的部分 在软体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一样的 一个innovation 而这个innovation 它是以社会的需求 而且全世界的需求 不管是非洲的非解核 还是矽谷的 disinformation crisis 这个public media的crisis 这些 台湾可以帮助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 找到解决方案 所以它其实是 相对于来讲 是有很多的机会 是的 而且让大家更有创意 对啊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 埋头解决台湾的问题 或者我们上下 有产业的问题 但现在因为有 续发展目标 我们一连接上 我们在街头一下子就可以碰到 在接决全世界问题的朋友 是 刚好可以 这边有一个朋友请问 他说 郑伟您对于 未来车 自驾车的看法和建议 哇 这边什么问题都有 是 我自己的办公室 然而路三段 就是整号 车创中心 有长达两年的时间 都有自驾车 哇 那就跑一跑去 现在已经车展了 但是那时候是有黑客送 那当时是什么 那是一个tricycle 就是三轮车 是 那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三轮车 很值得分享 就是说 它不是一开始 大家想象的那个经济目的 一下就要规模化等等 它是很cute 很可爱 这是MIT 马胜利工学院的 那他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说 朋友里面说 三轮车跑得快 但其实跑得非常慢 那所以 撞到东西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它是一个 完全没有任何危险 的一个configuration 那因为我们的办公室 就在建国花市旁边 所以就 我有一次就碰到 一对老夫妇 他手上提一张 兰花什么一些花痕吧 然后问我说 证伟你跟这些购物车 在这边干嘛 我说不是购物车 这自驾车 你坐上去告诉他 你要去哪里 他就载你去那 他说这看起来就像购物车 然后他就试着 放在这个菜篮里 然后发现还真的可以 那他就说 那我们其实在建国花市里面 我们不要它开快 因为我们是走路嘛 但是我们很希望可以怎么样 Hands free shopping 我买了花放到购物车里 购物车就跟着我走 然后放满了 他们也有停过 有platoon 就是车队 所以他就往后退一步 再让一个购物车来 然后他就变成购物车 跟着他走 一路到结尾的时候 他就直接上车了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体质不方便 以前都要放在之前的 这个菜摊 或者是花摊 那他们有时候就忘记 那所以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技术解决社会问题 而不是技术造成 社会问题的情况下 对自驾驶根本就没有什么 fear uncertainty doubt 大家都很愿意 那在附近的这个北科嘛 Type Tech 他们就一起来把它改造 然后我们就把它弄成一个 比较适合在建国花市里面 开的版本 本来一个眼睛被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就是告诉你说 我正在跟着谁走 他要看得懂这个人的样子 而且在Boston那边 他们有做过一个线上的模拟测验 说你要先让谁通过嘛 对 那我们这边做了同样的线上的测验 都是说先让长辈 然后怀孕的妇女 然后可能身心障碍的朋友 然后再小孩 老弱妇孺这个顺序 在Boston是反过来 要先让小孩 长辈随便拿没有人管 是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这个有paper 好像有在natur 对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个AI 或这样一个自驾车 他来这边是带着别的地方的nor 别的地方的社会常规 我们这边一定反弹 因为每个地方的社会常规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的社会常规 是我们一起形成的 不管在建国花市里面开这种三轮车 或者是说用它一定程度上 可以去取代捷运 在不管高架还是捷运的轻轨上面 你把轨道拆掉 变成软体定义的轨道 这样你就可以照顾到偏远地方的运输需求 但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很明确划分 这就是类似轻轨的地方 也不会有人跑到十字路口去等等 所以在我们这边怎么样子是social norm 我们就先怎么样发展 这个就是sandbox的意思 不是是人配合技术 是技术来配合社会 技术配合社会 技术帮助社会 对 所以我们现在无人载具的条例 不只有无人车 也有像无人机的偏箱的送药 钥匙很难过去 这都已经在实验了 每一个都是有它自己的实验场域 那半年一年 如果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 我们就legalize 它就变成合法的经验 哇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这边又有很多问题 然后有一位朋友 就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媒体的部分 然后刚刚有一个朋友讲到 就是说 怎样打破网络谣言 对 我觉得谣言它的产生 它常常是凭着一股情绪 是 那这个情绪呢 像现在Facebook也好几个情绪了 那其实有很多study 好比像说 我们就知道这个难过的情绪 它通常不会传播 难过的情绪不会传播 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跟你这个commissary 但是它不会变成整个社会 都在跟你一起难过 很困难 对 但是呢 如果这个难过的情况 后面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不管它是 这个归咎在特定的人 所谓的处征啊 那或者是说归咎在特定的事情 不管是怎么样 只要它有一些 一分天音的情况 其实如果是outrage 一向就传播 一传实实传伴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injustice 我一定要把它 这个分享出去 对 但现在的困难就是说 这种outrage 也常常就是谣言 它资深的温床 对 因为你outrage的情况 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source check 不会fact check 说你只看标题 跟一个source 就够了 根本不会卷到第三页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个标题 它几个字下错 或者恶意的下 那它的归因 可能就谬误 本来是不是这个人的错 变成好像要处置那个人 本来不是这个群体的问题 好像大家ostracize 去逐出这个群体 那一旦变成这种对立的情况 那接下来的理性讨论 就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去看 有怎么样子的情绪 它流传的比愤怒还要容易 那就是幽默 就是fun 好玩的情绪 那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讲法 叫做humor over rumor 就是humor over rumor 用幽默来超越谣言 这个是好大的 好有趣的一个说法 对啊 所以好比像说 我们的那个防疫啊 我们就靠这只柴犬 它就是我们humor over rumor的这个大将 叫做总柴 总柴就是总柴 它就是柴犬 那这还真的有这只狗 我们在每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负责跟网络上面的 这些朋友们对话 那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家里就是这只柴犬 所以每一次下午两点呢 这个指挥中心 有一些新的一些措施 它就回去拍照 然后呢说 这个我们在户外 就要保持两只柴犬的距离 不然要戴口罩啊 或者室内这个三只柴犬的距离 不然要戴口罩啊 对那这样子你看过之后 你不会unsee 你很难很难忘记了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靠这样子让大家记得 那一开始有很多谣言啊 说戴口罩没用啊 说戴口罩反而会造成什么问题啊 甚至什么5G天线啊 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很多的谣言嘛 都是那个outrage 那我们怎么说服大家戴口罩呢 我们就是用总裁的 这样子一个很可爱的梗图啊 那这个字有点小 他说防疫期间严禁吃手熟 要肥皂勤洗手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的把手放到嘴旁边 好可爱哦 这样子一个close up一个特写 那这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戴了口罩 就不会把没洗的时候碰到自己的脸 对 那这个是大家都一想就非常清楚的事情 小孩子一看就懂 对对对 而且下头吃手熟 这个很好记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肥皂洗手 跟口罩连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要一起做才有用 对对对 那二方面呢 我们就不像在美国或其他地方 有时候他们说戴口罩是说 要尊重第一线的人员 要尊重彼此 尊重长辈等等 第一个这个不会扩散 第二个是说 我如果家里就跟长辈一起住 那我就不管了 我就不管了 但是我们是说 没有它是保护你自己 不要被你没洗的时候碰到 吓到吃手熟 那叫做serve interest rational self interest serve intere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对啦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彼此提醒 对对对 那像我在户外那个时候 有些人也会提醒我说 郑伟你跟前面太近了 你要戴口罩保护自己 你看他这样讲非常的自然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是说 要尊重长辈 你说郑伟你要尊重长辈 这句话讲不出来 保护自己 这个时候反而 才真的能够保护别人 那又套着humor over rumor 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什么 无拘天线什么谣言 这个真的很有智慧 这个创意 这个创意很好 是从您办公室出来的吗 我们在2017年有倡导这样子 就是快速公开的结构化 所以是在比赴疫情之际就有了 当时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确实是这次疫情 尤其是总裁 让就是不分老少嫌疑了 大家都看到这个做法真的很有用 哇真的很棒 对啊 然后其实聊这么多 我一直很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在看您的整个成长过程 跟现在做这么多事情 那么如果就是你为自己做了很多决定 从13岁决定不要吃肉 对 好 这么多的决定 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或做某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会有任何的感应吗 我想我会更早一点去环游世界 太好了 大家听到了吗 是是是是 就我要更早一点环游世界 可能20岁就会开始环游世界 本来是你约本是几岁的 我最后等到24、5岁 那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我觉得说 我conversational English 应该要练得更好一点 后来我发现我环游世界 第一个大家讲的其实都不怎么样 如果她不是English native的话 她都听得懂 是 而且第二个是说 只要是共同价值 其实你再讲两次三次 然后你听不懂 你说I beg your pardon 那都是OK的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英语 就算没信心 也要对全世界一起豪豪的朋友 都要有信心 所以我可能会提早四年去环游世界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件事情 哇 那您这个许愿 大概会inspire很多的年轻人 不需要做好任何的准备吗 对啊 就现在还有自动翻译啦 比我当年 当店不知道多少 数位化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对啊 不过其实我们时间好像快到 就是 其实像你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碰到好多的贵人 对啊 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个 就是影响免疫 最 最深的一个人 最深一定是杜慧品校长 对 因为如果她当时说 没有 你每天就是得八小时 给我带在学校 我还真的没别的办法 对 那 所以当时我听到她这样子讲 我脑里 那时候中二 literally中二 我中二年级 对 在脑里 就有一个想法 哦 原来公务员 公教人员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 那这个想法 我到现在都还留在心里 就觉得说 原来他们不是只是照张办事 只要我讲得清楚说 你在意的那个公共的价值 我用更好的更新的方法 可以满足的话 原来不管我的老师 主任 校长都非常愿意支持我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那如果我当时就是被压着 继续留在国中 那我会觉得说 那我跟体制之间的关系 就不会像现在是一个共创的关系 我可能就觉得说 哦 被打压 这个我会被迫害 就会停在那个受害的心态 可能会久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是 14岁 24岁的时候 所以那个大概是 您今年40吗 对不对 所以是26年前 对 26年前 而且26年前 校长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更加的不容易 对 当时有几个 我们叫第零代自学生 因为当时自学还不合法 像曾亚妮嘛 还有一个夏伟 像周军勋嘛 大概都是这样 就他们的校长 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哇 那是很不容易 关于你母亲也去 带了一个学生 对 就是种子思想 对 她是了解你 对 因为种子 她就是靠着 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自发互动 共好等等的精神来创立 那她现在也很高兴 因为她的当时这些想法 后来我们在课发会 也都变成课刚的一部分 对对对 所以可以说是当年的research 现在已经是deployment 已经是我们的 国民教育最基本的想法 所以你觉得这一路走来 还是觉得碰到这么两个人 是很新的 对 我觉得杜校长 非常非常地帮我很多 因为她如果不同意 我爸妈也不会同意 所以老师真的是很重要 整个教育体系 所以我也知道 就是说您对于这个 整个教育的课程什么等等 你也貌不很多 对 当时是课发会的委员 然后到入阁之后才退出 那我觉得课发会 我参加的这一次 它的特色就是 它完全公开透明 每个委员讲的每一句话 都可受公平 那而且后来的课程会 用一样的方式 也包含有学生 跟家长的参与 那这个就是一个概念说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关于谁的事情 就要谁的参与 那我觉得这也是 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 而且那时候 其实您可以留在国外 那当然 后来您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觉得您要回台湾 11岁的时候 11岁的时候 那时候您跟父母讲的是什么 因为当时我是在德国 那德国我11岁 降读小四嘛 就10岁的那个班 那我就发现说 当时的德国的大人 都把这些10岁小孩 当大人看 所以他们也就很愿意 帮自己负责任 不管是安排行程 规划 时间管理等等 所以我就发现说 原来其实 我在台湾觉得 我的这些同学很幼稚 可能不是他们的问题 可能是大人对他们 没有让他们有自发互动 这个空间的问题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说 跟我爸妈说 那我要回台湾开刀嘛 那但是呢 因为我当时已经接触到网络了 所以我开完刀 也不用去国外 因为反正我在网络上 还可以继续跟我国外的朋友交流 但是我的时间就想要花在 改善台湾的教育制度 这样未来就不会再出现这种 好像我小时候爸妈呀 这种事情 11岁的时候 对 哇 我想到你说的日常我 灵性我 网络我 然后我特别扩了一句话 就是说 你说能够因为科技和网络 让世界变得更加的平安 跟更加的幸 是这样子 然后我想就是说在 哇我们时间马上就到了 时间过得好快 然后在这里呢 我特别看到就是说 您对未来 就是未来以来 只是没有均衡的扩散 但是在一次的访谈当中 您就是自己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 这应该叫 它叫做英文的一个导词 我觉得很像一个漂亮的诗 那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对 就是您对网络有一些解释 然后怎么跟网络 跟社会联系 您要帮我们念一下 好吧 OK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谢谢大家 哇好棒哦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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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问题 很棒 我们上天还有过 时间不够 刚刚好 没关系就下一次哦 对就下一次 那我们也会简介之后 同时放在YouTube channel 那我知道 就是郑伟 这个影片会破在你的 对我们也会破出来 对 太感谢 让我们请郑伟 帮我们签一个名号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您可以帮我们签 Good morning Syrtown Valley 好啊 太棒了 谢谢 那请大家关注我们 然后要 join我们成为 members哦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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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